快人快语,天下事!京腔京韵,老北京! 好内好内,撤回撤回,林郑出镜玩变脸,送中游戏结束,本额要飞! 虚晃一枪败走,话里有话发威,如意算盘被揭穿,打击勇武拉拢河里飞, 就你党这点小心眼,骗谁? 太子战前白花,太子战李青类,坟岭义士突坠楼,这条条人命,你们怎么挽回? 十一超级敏感,这本得赶紧呗,党妈阅兵造机写,战狼最近搭了秧,得赶紧撒点农家匪! 嗨,留神撒一身大份,快接下句,来来了,林郑突然袭击,韩郑碰一鼻子灰, 崴脚不耿爽,装没听见,中联办接油键,一盖不回! 小池塘疯狂语肉,中南坑猛轮大锤,林郑表示,我好嘞! 那就甭说了,软硬两头玩变脸,这个甲板器,瘦的够悲催! 要不月娥怎么下决心了呢?这回认倒霉了,下辈子再找我当特首,就俩字,呃,呸! 各位茶友,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老北京茶馆新频道,评港味茶,听起底事儿,我是刘卓,我是李正。 这两天,全世界媒体都飘着俩字儿,撤回,林郑宣布撤回送中条例,背后的打斗,陆续浮出水面。 水深了,给大伙捋捋不溜住啊。 行,9月4号傍晚6点钟,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谈话,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草案,完全释出市民的疑虑。 到此为止,这位考额特首彻底走完了自导自演的送中,暂缓送中,完全停止送中,送中寿中正寝,撤回送中条例的折腾大戏。 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这烧烤架子有点烫。 林郑的电视讲话呢,8分钟,内容是逐条回应港人的五大诉求,又提出了四项行动,包括正式撤回修例,委任两位新成员加入监警会, 走入社区和市民对话,邀请各界人士进行研究。 所谓逐条回应,准确说是林郑逐条念了一遍五大诉求,等于是第一次正式承认有这么五个诉求。 嗯,是,从他这嘴里边过了一遍五大诉求,这相当不容易了。 不过呢,他明确拒绝了成立调查警察暴力执法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同时呢,拒绝撤销对被捕抗议者的控罪。 重问一下港人反送中的五大诉求,分别是,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 撤销被抓捕的抗争者的控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队的暴力烂权, 立即实行真普选,双普选。 除了第一条,剩下的全都回绝了,要不港人对林郑的表态怎么一点都不惊喜呢? 平淡中夹带着失望。 这三个月,林郑是把香港视频给折腾惨了, 折腾到最后,林郑出来打圆场,那什么,算了吧,撤回。 哎,装淡定呢,也没多大事儿,都散了吧各位。 他是想散了呀,港人哪受得了啊? 就是。 十几万人,几十万人,一百万,两百万,一百六十万人, 各种规模都游行多少遍了? 嗯。 港警那边更全会儿,什么催泪弹,布袋弹,汽油瓶,水炮车, 直升飞机军车无警,各种警匪片,蛊惑仔场面, 还有那一千两百多位港人被抓,一个女孩失去了右眼, 至少八个香港的年轻人的生病吧,等等等等, 你就说,这林郑是欠了港人多少仗啊, 一句撤回就完事儿了,谁能接受得了啊? 一点没错。 甭说港人接受不了,连五毛粉红们都不干了, 嗯。 干嘛呀,玩我们呢,一会儿送中,一会儿撤回的, 我们光这拓满星子费了多少啊, 祖宗奶的全都骂遍了,完事儿以后,您出来装好人, 你给我歇菜吧,不许撤回。 得,五毛战狼都急了。 关键时刻,看出这叼盘侠的党姓来了。 啊,胡编出来了。 对啊,前两天那混球时报那胡锡进, 不刚穿上一件记者马甲, 跑香港机场里边一通现场报道吗? 对啊,这位满嘴暴徒暴徒的, 没少对香港年轻人抹黑颠倒黑白。 这回老胡一急转弯, 蹭一下就蹿出来, 一下就把这大盘子给接住了。 哇,灵活度够高的这位。 绝对高啊, 林郑这撤回表达一出,胡锡进立马跟进点赞, 不过有人出来就接短, 说胡编不是一直嚷嚷, 坚决不能撤回修理吗? 怎么这林郑话音一落地, 胡编就改口了? 就是。 而且说的特别体贴, 说撤回修理, 这不挺好吗? 香港各界都应该积极, 正确的解读, 谁也甭想歪了。 提前替党妈打补丁呢。 所以有一网友气的就说, 哦,这反撤回是你, 支持撤回也是你, 你这还是人吗你这个? 这问题简单, 老胡答案都想好了, 人不人的先撂一边, 我首先是街牌侠呀。 嗨, 身份意识还挺强, 那必须呀。 李正你注意没有, 什么呀? 林郑这电视讲话一出来, 香港人还真没那么买账, 绝对是一片质疑之声。 你又不说别处, 就咱们那社区贴出来这林郑撤回的消息以后, 茶友们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了, 嗯。 大陆茶友好多是祝贺欢欣鼓舞的, 可这港人茶友大部分并不怎么高兴。 对, 其实不少人对林郑所谓撤回是完全不信任, 离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要求差的还远呢。 对呀, 好多茶友不同于用胜利这个说法, 那你怎么看啊李正? 茶友们都有他们的道理,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 我个人感觉还是应该算是一种胜利, 小胜吧, 阶段性胜利。 哦, 小胜, 行吧。 其实大伙可以想想啊, 这是在全世界舆论空前关注情况下, 历来对国民无限严厉的暴力极权政府, 做出口头妥协, 这在大陆绝对不可思议。 嗯, 至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了。 对啊, 给内陆同胞的鼓舞那是相当大了。 不过啊, 不接受林郑那讲话的香港民众也说了他们的理由了, 就刚才我总结那个, 说送中条例对香港人的伤害太大了, 这么蜻蜓点水的敷衍, 交代不了啊。 绝对交代不了。 尤其是这街头抗争, 要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香港年轻人, 对林郑冠冕堂皇那敷衍尤其是失望, 有的甚至都绝望了, 感觉完全被林郑给耍了, 嗯, 你知道有一个坟岭女的坠楼那事儿吧? 听说了, 就在林郑宣布撤回之后坠楼的。 就是啊, 林郑是4号晚上6点电视讲话的, 那个女士呢是晚上7点跳的楼。 我看联灯上有个帖子, 我是急救员, 她叫我拿件反光衣看一下, 我还穿上了, 她叫我喊口号, 我也喊了, 她叫我加油, 不要放弃, 然后就跳了下去, 那一刻真的来不及劝。 哎, 这个女士肯定是绝望了, 嗯, 不过呢, 这事儿一出, 好多香港市民都很伤心, 事发一个钟头以后呢, 现场就聚集了100多个街坊悼念, 这些街坊大声喊口号,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还有个街坊买了好几十枝白花, 发给现场的悼念者。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脸书上列了一清单, 算是这位女士, 现在至少有八位证实身份的香港市民, 选择了用生命劝谏港府停止道行逆施。 所以你就说吧, 这人命都好几条了, 林郑哪当回事儿啊, 嗯, 说什么监警会负责调查, 还说再增加两个人参与调查, 港人一看这俩人都无语了, 一个叫余黎清平, 林郑参选特首时候的资深顾问, 对, 林郑小跟班, 是啊, 六月份那时候, 这人还公开反对设立调查委员会呢, 嗯, 另外一位呢, 是一资深大律师林定国, 前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 这一位是一老好先生, 嗯, 当初共产党玩剑踏基本法这一地两简, 林定国身为主席不敢秉公说话, 丧失的民心, 后来弥补也没挽回, 落选连任了, 等于是被同行投了不信任票, 对啊, 你干脆直接让中联办主席调查来不完了吗, 嗨, 哎呀, 这倒干脆, 还有个问题呢, 香港人现在根本不信任林郑班子自个儿弄这所谓监警会, 何运师就说, 事实上监警会并不存在, 啊, 不存在, 这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 何运师说, 这个所谓监警会的运作方式是, 你要投诉警察滥权, 得先去警局, 就是去警察局告警察, 对, 您到警局跟接待的警察指控涉嫌滥权的警察, 注意后边啊, 警察接到投诉文件以后, 有权决定要不要把投诉转给监警会, 哦, 何运师要不要审查警察, 先得主管的警察同意, 对, 这是监警会还是警监会啊, 不好说, 所以何运师就说啊, 任何人去警局投诉都可能直接被逮捕, 所以现在根本没人敢去那儿投诉, 港人被港府骗的次数也是多了, 不敢信任香港的政府, 我说怎么香港人都说那句呢, too little too late, 撤回的太晚, 答应的太少, 伤害已经造成了, 要谈那是追究责任的事了, 这就是香港人的普遍反应, 连亲北京的议员都看不下去了,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就说,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决定来的太迟了, 现在香港社会焦点已经不再撤回不撤回了, 要想平息香港民愤,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是百分百必须做的事, 前一阵不曝光了关押反送中看一者那个新屋顶居留中心的黑幕了吗, 闹新闻台也说, 说一个北区医院的护士透露, 说这些受伤者好几个人骨折特别严重, 有的胸骨骨折, 有的全身都严重瘀伤, 有些人的胳膊伤势特别夸张, 整只手就连上一层皮, 骨头全都断了, 护士也特别困惑, 说这多大打击力度才能造成这么大伤害, 就是, 另外那护士后来还透露说, 整个这检查过程都有警察跟旁边监视, 医生护士根本就不敢问这受伤经过, 你就别说那么早的事儿了, 现在林郑说撤回了吧, 又什么禁社区增加沟通什么的, 可现在香港什么情况, 气氛更紧张了, 网上不有最近这两天视频吗, 以港警暴力执法, 那年轻抗争者已经被制服了, 可是, 这港警悄悄的把这年轻人的胳膊愣是给撅舌了, 超级残忍冷血。 是啊, 按照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的说法, 林郑啊, 这其实假让步真斗争, 尤其是这次电视讲话, 最后, 就寒沙市场的威胁是要严正执法, 胡志伟啊, 怀疑其实是为动用紧急法留下基础, 网民成立这个民间记者会也说, 他们担心啊, 中共会等这次事件平息之后秋后算账, 难说, 所以呢, 现在更不能退缩了, 什么时候五大诉求全部落实, 什么时候算完, 我看林郑宣布撤回的4号当天,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正好在台湾, 对, 出席香港怎么了, 台湾怎么办的座谈会, 他就说呢, 北京要求港府撤回条文, 根本是想要香港人在10月1号之前不再上街抗议, 你说我们能停吗, 就是, 现在坊间都在琢磨一事, 是什么原因促使林郑突然表态撤回了, 党这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 葫芦里卖好几种药呢, 其中之一就是, 刚才黄之锋不说了吗, 保持中共所谓70周年11大阅兵, 大局稳定, 对香港抗争者暂时妥协缓冲, 这也是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引发国内不稳定情绪, 用妥协, 换一顺顺当当的生日秀肌肉大会, 党啊特别喜欢看朋友圈里边那岁月静好那四个字, 静才能好, 可是现在香港那闹铃一天到晚跟那想, 党啊就怕老子们下去, 把中国大陆那帮做中国梦那岁月静好良民给吵醒了, 那就不好对付了, 一点没错, 反正我严重怀疑党这70年大阅兵这真鸡血里边, 灿烂没药了, 你想啊, 沾上这真鸡血以后先亢奋, 厉害了我的窝, 等药劲上来以后呢开始犯困, 吹上个一年半载的玩命做中国梦, 这党心里得多踏实啊, 行刘若你又泄密, 不过我看党妈这如意算卖要虾米, 给香港人一撤回就岁月静好了, 想多了, 就刚才港人那些不接受的态度往这一撂, 静什么好啊, 林郑跟北京那头心里头都有个不可告人的小愿望, 希望那些河李飞们就是撤回这台阶下来, 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过过岁月静好那日子, 勇武派要坚持那没事, 毕竟人员分流, 党觉得心里压力能小不少, 把香港抗争者给分化了是不是, 就那意思啊, 港人也知道林郑这心思, 所以好多人都紧着互相提醒, 不割席, 要互相倚重, 互相保护, 一点没错, 冷静一想就知道, 中共既怕河李飞又怕勇武, 最最怕的是河李飞和勇武联手, 是啊, 林郑能被逼到出来宣布撤回条例, 最关键的是有这两股力量的共同努力, 对啊, 勇武代表了港人的决心, 和对中共激烈的厌恶情绪, 让中共不得不估算强行插手香港事务的代价, 而河李飞呢, 最能赢得世界上正义力量的广泛支持, 想打压没借口, 要怎么71岁的香港影后一德贤二号那天又表态说, 说绝不会跟年轻人割席划清界限, 说你们做的很对, 没做错, 这叫叶太后的正义之声, 哎, 你发现没有, 林郑宣布撤回以后, 党媒的表现很诡异啊, 对, 你具体说说, 你要这么大的事啊, 党媒在第一时间愣全部装昏迷, 不吱声, 嗯, 林郑六点发表的电视讲话, 肯定是中共高层受益的, 至少起码得是同意吧, 就是, 可这央视大股场新闻联播愣没播, 直到7点半以后, 新华社才发了一个刻意淡化撤回的报道, 只强调了四项行动, 确实诡异, 特别犹豫谨慎, 还有呢中共这崴脚部, 5号下午, 林郑宣布撤回将近一整天以后, 耿爽的记者会上被追问撤回的事, 你猜耿爽的怎么回答呢, 怎么答呢, 告诉说, 很遗憾, 这不是外交问题, 我只能建议你向主管部门去询问, 憋着一肚子气呢, 问什么问, 拒绝, 这要是好消息, 早就扬眉吐气, 一通慷慨陈词了, 中共港澳办也是啊, 当初6月15号那天, 林郑宣布暂缓修例, 港澳办第一时间发出来声名力挺, 结果呢, 这回撤回, 愣是假装没听见, 好多外媒记者发了问询邮件, 港澳办一概不回, 要怎么分析人士都认为呢, 说这次林郑突然宣布撤回, 大概率的事件是, 崴脚部, 港澳办事先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一下就把这脚脖子针给崴了, 名副其实, 崴脚部, 香港明报就发现问题了, 说港澳办发言人前一天刚说完, 围绕修改逃犯条例所出现的事态已经完全变质, 目的是要夺取香港的管制权等等等等, 第二天, 林郑就给港澳办来一烧鸡大包脖, 媒体全都看傻了, 必须傻, 这是党的政治斗争需要, 咱看看林郑撤回之前几件事就知道了啊, 你捋捋, 9月3号上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里边罕见提出, 港澳台事务面临重大斗争, 够严重的啊, 当天下午, 江派曾庆红、韩正操纵的港澳办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接连放出极度刺激香港局势的言论, 跟之前泄露那林郑讲话录音内容完全不同调, 4号下午, 林郑召集港区人大、政协还有港府高官, 随后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这段擦枪走火, 抄家动手的感觉啊, 不是感觉, 就是那么回事, 我看港澳办把腰闪了这回, 5月中旬, 韩帮走足, 中共港澳小组的组长韩正, 公开力挺逃犯条例修订呢, 当时直接刺激香港局势, 港人就开始大规模游行, 后来韩正呢, 坐镇广东深圳指挥, 坊间都说是他直接导演了612暴力刑场, 和7月1号的冲击立法会的黑幕, 后来中共对香港反送中文攻武吓, 也都跟港澳办和中联办有关, 这回好, 撤回这么大的事, 把韩正和那俩办都给晾那了, 中南坑的一次疯狂宇宙火拼, 其实早在8月19号早上, 北京就紧急向在港各机构负责人, 传达了习近平最新指示, 谁惹的麻烦, 谁自个解决, 不要再给中央添压力, 可是到了9月1号, 江派背景的郭成坤, 操控中共政法委, 又开始发文章制造恐怖气氛, 说,离月圆之夜还有几天, 暴徒们该自个儿掰着手指头算一算了, 言外之意, 9月13号中秋节, 中共要开始对香港扩大镇压, 所以有红二代就透露说, 韩帮的二号人物曾庆红, 一直也没停止, 刻意制造香港乱局, 努力制造个大麻烦, 最后逼着习近平下台, 够险恶, 香港的资深时事评论员肖若元就说, 习近平已经发现控制补助局势, 所以紧急灭火, 绕过中联办, 直接指挥林郑, 撤回逃犯条例, 差点失手啊, 是啊, 习近平也急了, 日经新闻6号报道说, 号称灭火队长的习近平心腹王岐山, 29号到31号, 到靠近香港的广东, 所谓考察文化遗产项目, 外界就说, 这老王出行, 就是替习近平向林郑传达命令, 要怎么说呢, 习近平这位还在幻想保党的党国男一号, 既要保住自己的命, 也想保十一秀肌肉万无一失, 要怎么洗紧着敲黑板说重大斗争呢, 真不愧是斗争党, 那部火瓶起来这么有观赏性, 跌宕起伏, 显向还生呢, 对, 约翰的3号那天, 习近平出席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那天, 新华社全文2000次报道通稿, 习近平至少50多次提到斗争呢, 斗出新高度来了, 不光新高度也是新密度, 现在香港问题暂时是十一求稳派获胜, 不过周五的时候,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 二把手李克强也出了表态了, 默克尔在记者会上说, 要给香港公民权利和自由防止暴力, 还说,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保障了香港公民自由权利, 这个协议仍然有效, 李克强说的是呢, 中共坚定不移的保障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还说,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 止暴治乱, 要相信中国人有能力, 有智慧办好自己的事。 李克强对香港局势表态被认为是高层首次就香港反送中表态, 不过也有外媒质疑, 团派李克强说的话都是通稿语言, 到底啥意思谁也猜不透, 是不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习的缓冲撤回策略, 这往下还得观察, 不过江派常委韩正和中联办, 港澳办因为搅局被习发现面临问责, 所以这伙人暗中还在香港继续制造冲突, 垂死反扑, 高层生死博弈, 只会越来越激烈, 够险恶。 行了, 说半天官场全斗, 最后咱补充一个思考线索啊, 提醒港人和舆论界的朋友注意, 林郑突然无预警变招, 故意泄露录音, 紧急宣布撤回, 不排除还有一重要诱因, 太子战恶警闹出人命官司, 紧急止血。 网友虾米推送了两个手机截屏, 说更多消息指向, 8月31号太子战真有一名年轻人被当场打死, 而且有黑警涉嫌非法处理死尸, 政府上下都在隐瞒事实。 6号晚上香港自由媒体记者前往太子战直播, 偶然遇见一位神情交集的女士, 这位女士说, 她的朋友813晚上在太子战内丧生, 朋友的父母前往香港警署索要尸体, 结果俩人全部失踪, 显然已经被香港当局控制。 周五的时候网民爆料说, 抗议人士在香港望角警署前烧纸撒纸钱, 有一位所谓的谈判专家, 在规劝示威者的时候不留神说漏嘴, 他说, 我明白你们在悼念死去的抗争者。 他说完了, 立刻男警察赶紧纠正说, 别瞎说啊, 没死人。 网友阿尔卑斯湘江之歌建议, 如果港人有人失踪, 请亲朋好友要尽快站出来, 把信息公布, 让整个社会都知道。 5号那消息更惊悚, 关塘社区主任梁女士, 在香港联灯时日平台发布消息说, 昨晚开完放映会, 有街坊走过来说, 太子站死了6个人, 是这街坊在太平间工作的朋友亲口告诉他的, 这6人全是断头死, 也就是被警察从后面90度扭断脖子。 当然这个事儿, 咱们现在还不能判断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 事实真相越掩盖, 传言就越来越多, 这是暗黑操作不透明的机制造成的。 而香港独立媒体报道, 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向港铁查询8月31号太子站闭露电视影像, 港铁回复说, 相关录像只有授权的人才能特别查看。 我看6号周五那天, 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到望角港铁太子站静坐去了, 就因为网上有人披露消息, 说港铁当天晚上要删除8月31号太子站无差别打人那个避露电视录像片, 港人呢, 要求港铁公开当天的视频。 其实这几天太子站一直有各种纪念和抗议活动, 4号晚上8点, 一大批民众在太子站外摆放白色鲜花, 连笼墙, 悼念在831警方无差别打人事件里边伤亡的民众, 港媒之前广泛报道过, 831自由集会那天, 太子站里的抗议市民有10人受伤, 6人伤势严重。 香港消防处的发言人也承认, 说现场救护的指挥官说有10名伤者, 香港市民传出太子站里边警察打死人, 遗体送到广华医院验尸房之后, 警方还有医管局2号都一通辟谣, 说当天太子站没有死亡案例, 连政务司司长都出来辟谣来了, 说死亡事件纯属虚构, 不过呢就是死活不公布这打人录像, 还要删除录像, 你说可疑不可疑吧。 看那些恶警当时那打人打法, 出人命也是分分钟的事。 我看有一视频就是, 一个警察把一个港人小伙子一半, 把人脑袋脖子连人一块就摔地上了, 旁边一通惊呼, 还不让那小伙子最后什么结果呢? 脑袋直接触地, 这危险大了, 这还网友拍录像了, 没披露的真相太多了。 哎李政, 我想了一事啊, 你说这回林郑突然宣布撤回, 要是真的是因为这习近平, 特意绕开蛤蟆帮掌控的中联办, 直接给林郑下指令干的, 那是不是这事就说明, 如果这个共产党这头头, 要是真是有良知, 有好的愿望, 还是可以动用共产党给他这权利, 办成好事啊? 这个问题, 我好像没说明白啊, 也或者这么说, 共产党这党魁啊, 和党组织之间是一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说都是党的头头说了算, 所以万一要碰上一好的党的头头, 这党呢也能变好, 干点好事儿? 听明白了, 以我个人见解啊, 只代表个人, 我认为没可能。 没可能, 那为什么呀你觉得? 咱们不经常说那词吗? 共产党选拔人才选拔干部的机制, 叫逆淘汰。 是啊, 那怎么了? 什么叫逆淘汰啊? 把好人筛下, 把善于经营全数的人筛选上来, 或者呢, 让进入体制里边的正直的人没市场, 让小人得势。 中共的高官里头, 是有赵紫阳, 胡耀邦, 李锐等等, 这些敢于说真话, 愿意替老百姓想事儿的人, 但是一定是少数, 一定不得是受排挤。 那肯定了。 所以呀, 逆淘汰是一总体趋势, 咱们说逆淘汰不是指具体能力啊, 要说有一部分共产党官员确实也不是没能力, 但是, 这些人缺的是什么呢? 品行诚信道义笔线, 要想步步升迁顺风顺水, 他们一定得自我过滤, 学会钻营讨巧撒谎, 做表面文章, 最后各保各是精于全斗, 甚至心狠手辣。 按你的意思就是说, 从国长任用干部这个机制上面来说, 国长就基本没机会给人民办好事儿了。 至少是大纪律事件, 咱们再退一步啊, 就算这个选麻机制突然出现漏洞, 有bug, 选上了一个人品比较好, 真心想为人民办事儿的干部, 咱们可以看看, 这个组织能不能让这个所谓党的好干部, 干成好事儿。 对, 你说说。 咱就说邓小平, 国内一天到晚说他改革开放总设议师, 成功回收香港。 当初邓小平亲口对李嘉诚说, 香港政策50年不变, 以后更没有变的理由。 是啊, 那录像好多人都看过呀。 是啊, 邓小平还亲口说过, 中国如果出现了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我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他儿子就是亿万富翁, 共产党的话你信呐, 那也都是忽悠老百姓呐, 人不都说了吗? 相信共产党的话, 还不是相信母竹童商树呢? 不是说信共产党的话, 是说共产党头目里头个人说的话, 你怎么看? 咱就从几率上想啊, 共产党头头上毕竟也都是人, 只要是人就有人性发挥作用的时候, 哪怕是偶尔人性漏征容, 那也毕竟说的是人话, 想的是人事儿。 关键没用啊, 朱镕基还说过准备一百口棺材那话呢, 最后怎么着, 还不是不了了之了吗? 我想说的就是这问题, 朱镕基02年在香港礼宾府, 也说过那句著名的话, 若香港搞不好, 不单你们有责任, 我们也有责任, 香港回归祖国, 在我们手里搞坏, 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不会的。 是啊, 那不就是假话骗港人开心的吗? 其实我还真不这么看, 党官作为一个体的人, 他也很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 真的有过那想法, 好好办点实事儿, 开创点清廉的风气, 或者看完香港, 自由繁荣, 一时冲动, 觉得这样把香港搞坏了, 对不起香港人, 甚至呢, 觉得应该保持香港的精神, 他当时在礼宾府, 不是还念了两段, 像歌星罗文唱的狮子山那歌词吗? 那也没半毛钱用啊, 最后不都成作秀了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 中共这个组织的运作方式, 可以自动纠偏, 这纠偏打双一号啊, 就是自动过滤一切有人性, 那种良性的行为, 那种良性的动意, 或者那种良性的努力, 最后死活还给你调整到, 继续暴力盘剥镇压破坏的轨道上去。 我记得习近平一上台还说过, 坚决杜绝官员出行封路这做法, 结果呢没多长时间, 习近平他自己出行封的最严重了, 对, 那回到上海拜一大会址的时候, 整个的出行路线全封, 高速空空出也不算, 高速两边房子窗户还不许开, 闹得跟鬼子进村似的, 倍儿恐怖, 架不住党内有人要暗杀呀, 您看到没有, 这一下就把你倡议给废了, 一把手怎么的, 一把手也得保命要紧, 那确实是, 我记得胡温的时候, 胡锦涛跟温家宝倒挺抱团, 可是呢江航把这两位架空了, 弄一江半在中南海钉梢不说, 还安排了一堆走卒, 掌控这个官场和军队, 胡温折腾半天, 落了一政令不出中南海, 特别惨, 对, 温川大地震那时候, 温家宝想调动军队都玩不转, 一通跟着摔电话, 这就是共产党组织的逆淘汰机制, 您可别小看, 这是绞肉鸡的绞法秘诀, 让所有想改良的人全部熄火, 让所有改良的努力复之东流, 最后您都得给我绞到霍锅殃民上去, 多坑爹吧这绞法, 那没辙, 党就是这么一党, 咱刚才分析半天, 还是站在一个比较善意的角度上说的呢, 把共产党头目看成有人性的个体, 实际上还真不一定这么乐观, 你想吧, 长期在这体制里头, 在这机器里边这么烂绞, 很可能思想也变了, 染了邪神了, 我看时评人陈小荣对中共在香港反送中有一分析, 他就说, 香港事件, 中共在扮演什么角色, 你别看中共内部博弈激烈, 江派乱港这么多年, 不过呢, 各派在根本上存有共识, 什么呀, 维持红色集权, 守住利益和权力的共同舞台,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陈小荣就说, 说事到如今, 中共还在用那一套逆历史潮流的思路, 处理香港问题, 势必行不通, 你看行不通, 党认为行得通, 再说了, 行通行不通对党来说不是最大问题, 党坚决不能下台, 不能改良变色, 这是最大问题, 那可是人家的党梦, 血红色的江山永不变色, 还得那句名言, 相信国防党能变好, 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 其实比母猪上树难, 行了, 结束时间又到了, 对李长, 跟茶友们汇报一下, 上期节目建议的后续吧, 对, 应该汇报一下, 上期节目呢, 我们跟大伙说了一建议, 就是欢迎世界各地的茶友, 用不拘一格的方式, 向香港反送中抗争的年轻人, 及所有参与反送中抗争的香港人, 送上同胞的中秋问候, 也就是说呢, 不限行事, 把对港人的心意, 通过邮件发送到咱们茶馆的联系邮箱, 要跟大家说的是呢, 现在很多茶友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 有的茶友呢, 还写了诗词表达心意, 读茶友的这些来信, 让我们非常感动, 特别感动, 所以我和刘卓也想在下一期节目里头, 跟大伙分享一部分茶友的问候, 也跟所有香港的抗争同胞们, 来分享这份感动, 是啊, 也希望还没来得及写问候的茶友们, 继续发邮件给我们, 咱们下期呢, 开始陆续在后续的节目里边, 跟大家分享, 没错, 让港人听到看到, 身在东方之珠的你们, 有来自全世界华人同胞的关心, 问候和支持, 好嘞, 听干净新闻, 断是非公安, 下回老百姓茶馆, 咱不听, 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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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